謝謝主席 我想再跟進一下關於公務員宣誓和簽署聲明 我覺得剛才說的不是很清楚 剛才政府就說有一個程序 我們知道是有一個公務員的管理命令 但是現在我們說這個特定的情況 就是他不簽或者不宣誓 在這個情況下如果他最後過了所有程序 他都是不簽不宣誓的話 是你統一的做法是全部都會勒令 譬如辭退 隔職 還是退休呢 你可不可以講清楚提早退休究竟是一個什麼狀況呢 另外如果他本身是有其他國家的國籍的 就是說一個人如果他是入籍過其他國家 他就要宣誓效忠那個國家 如果他有其他國家的國籍 他又再宣誓效忠我們國家 那麼你接不接受的呢 會不會出現問題呢 又或者他現在沒有其他國家的國籍 簽了之後 宣誓了之後 接著他入籍了其他國家 又宣誓效忠了其他國家 那麼政府會怎樣處理呢 這個關於那個宣誓和簽署聲明的幾個問題呢 我都想你先回答 那麼另外呢就是關於那個 我想再跟進呢就是 紀律部隊的那個職系格局檢討呢 就現在已經延長了 就是你拖遲了啦 因為可能疫情的關係去到下年年中 那麼我也希望不要再延遲 因為很多紀律部隊已經等了很久 那麼希望就是盡快去做啦 那麼就另外我也想跟進那個 侮辱公職人員罪的 我都提過很多次 就是很多紀律部隊 還有很多公務員都覺得 現在就是去做公職呢 都會面對很大的障礙 很大的問題 那麼在這個情形底下呢 都希望呢就是有多些的法例 去保障他們 就是在做事的時候的工作的尊嚴和效率 那麼所以我們就提出這個 侮辱公職人員罪 那麼當然都可以是相向一個侮辱罪的 那麼就希望就是 政府這次也都沒有提 那麼我們希望政府都不要說 完全不去考慮 那麼另外呢 在防疫抗疫工作上面呢 就是很多市民這段時間呢 都是覺得在那個執法那裡呢 其實主要都是由警隊負責呢 是很不公道的 因為我們真的看到有些情形底下呢 其實有其他的應該可以執法的公務員 經過一些應該要執法的地方啊 就是很多人群聚集啊 或者看到一些外傭聚集啊 沒有戴口罩啊等等呢 他們都是沒有發告票的 那麼這兩天我們不斷逼呢 現在呢就是這個康民署先發了幾十張告票 那麼這個就是不是整個公務員團隊 你們都是一起做防疫抗疫的工作 還是全部都是推銷 還是叫警察做呢 謝謝主席 好 多謝郭培凡議員 幾個問題啊 第一個呢就是有關那個宣誓 我們呢就是根據公務人員管理命令之下的機制來處理的 那裡就基本上是視乎那個個案的情況 那麼如果是我們認為是為了公眾利益著想 如果是在香港中止某位人員的服務呢 那我們會著令有關人員退休的 這個是一個 如果在那個個案裡面 也都看到是有其他一些不當的行為的情況呢 那就會用回這個命令裡面的另一個條款呢 就是去採取紀錄行動 還有就是去施採那個罰則的 那所以就好視乎那個個案的情況 那來去處理 那一定都是根據公務人員管理命令這個機制來去做的 第二呢就是有關國際問題 這個宣誓本身的內容其實很清楚 就是擁護基本法 還有效忠中華人民共和國香港特別行政區 那所以如果是作為公務員特區政府裡面的骨幹 這個無論它有什麼國籍也好 一定是首要的擁護基本法 因為落守好一國兩制 效忠特區這個也是一個首要的要求 那所以我就看不到兩者之間有什麼矛盾 而事實上呢 在基本法裡面也都有列明 有某一些人員 本身他們都是有一個法定的宣誓的要求 而這些人員本身呢 可能都不是中國籍的人員 可能是有其他的國籍 那同樣地其實現在都在做的 那所以這方面就從我們的角度看 這個是不會成為一個矛盾點 那也都同樣地了 如果一個公務員同事 他那個國籍的要求呢 我們都是跟回基本法和香港法例 在目前來講呢 就應該對公務員同事那個 就是持有的國籍呢 在基本法裡面 並沒有相關的一些要求或者去限制的 另外呢就是那個 紀律部隊的即是教育點討呢 這個我們都很緊張 我們都很重視 那所以呢我們是會 即是加緊去做 嗯 重視呢呢 我們現在仍然都在面對著疫情 那但是我們的目標都是 明年年中 這個幾常會呢 就完成有關的報告 那麼我們會看著那個的進展的 在那個侮辱公職人員罪或者這方面 據我所知呢 就有提過一個主要都是有關 譬如是有關的獄警罪方面的 那麼有關我知道呢 在保安部隊裡面呢 也都有進行有關的研究 那麼這個呢 我們會再看著那個發展的情況 在防疫抗疫工作上面呢 這個是整體特區政府的工作 這個不僅是衛生部員的工作 雖然他們在最前線的第一線 那所以其他的部門呢 是一定是全力支持來配合 而在具體地 譬如是違反限聚令啊 等等的執法的工作呢 那麼就除了警隊之外呢 其他的部門呢 都是有那個法定的權力呢 就應該要去執法的 那麼所以呢 就是早幾天 之前那幾天呢 就也都有一些聯合的部門的行動 那麼有警隊 有康民處 那麼另外勞工處 那麼另外呢 就聖環處等等呢 都是會做這方面的工作的 那麼我們都是會繼續呢 就是在這一方面呢 那些部門呢 那裡去做好他們相關的工作 所以是很肯定清楚一件事 這個不僅是警隊的執法 我們都是相關的部門 有那個法定的權力 就要用好他們相關的權力 主席啊 我想跟進一下 這個雙重國籍的問題 就是我們國家 是否容許這個雙重國籍呢 那如果一個人 一個公務員 他效忠兩個地方 那為什麼會沒有矛盾呢 如果他又宣誓效忠美國 又宣誓效忠中國 那你為什麼會認為他沒有矛盾呢 當真是有critical moment 真是很重要的事情發生的時候 你怎麼知道他是效忠 我們國家還是效忠其他國家呢 一個公務員 如果他是一個很重要的公務員的話 可能我說得不清楚 我的意思是說呢 就在我們那個宣誓 和簽署聲明的安排上面呢 就是所有現職公務員同事 我基本上不會看他呢 他還有沒有其他國籍 我都是一視同別人呢 是有這個要求 都是需要簽署聲明 來去確認是擁護基本法 以及效忠香港特殊政區的 另一方面呢 就是有關公務員是否 就是那個 就是那個 雙重國籍的問題呢 那這個呢 就是在目前來講呢 我們還是回去看看 就是基本法 和香港法例上 對這一方面 有沒有一些相關的要求 現時的情況是這樣 你說就這個議題 再進一步去討論 或者應該怎麼去做呢 我覺得這個呢 就是這個社會上 當然是可以去討論 但是在這一刻 我們去處理的時候呢 就是跟回現時現有的那個法例 和基礎法裡面呢 所講的一些的安排去做 是這樣的意思 就是主席 我相信呢 就是時間 就是時代變了 就是今時今日呢 我們一定要考慮公務員 是不是真是效忠的問題 那所以呢 我認為香港政府是需要研究這一方面 就是公務員 可不可以容許有雙重國籍這個問題 對 對 感谢观看